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咱们继续洛克人斯带 今天开始攻略哥萨克博士的城堡 城堡一共是四关 今天咱们把这四关打完 很意外这次没有威力博士的事情 出门左边的血堆里有一个一块 咱们捡到 但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洛克人我已经从一代录制到四代了 咱们一个一罐好像还没吃过呢 出了个奖命这 我的欧皇身份应该是隐藏不住了 这种玩具也可以拿来当武器了吗 这里正常应该把他们定住 然后再打 一会把闪光掏出来 好不然这些骷髅又趴窝了 打完了他就趴一下极其讨厌 补一下这里一定要补 因为后面的能量你用掉了之后呢 它是过关之后不自动补满的啦 不像打八天王的时候 把热气球套出来 这里用飞天傻狗也能过去 为什么要说那天傻狗 啊撞头了 这 boss战了 晚节不保 在这把头撞了 还补了点 弥补了一下损失 但是没补满啊 差了一滴 这里把套不是圈圈拿出来 八大胡是你吗 长得有点像 他飞的高乐的时候呢 你打不到了 白鹤的拼命就行了 已经没有血了 好干掉 这样过了第一小关 城堡守卫很森严啊 左边右边都有炮 第二小关 这里咱们走右边 左右都成 有很多路线选择的地方 那有一个能量罐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热气球吧 补充一下热气球吧 飞天狗 到这把闪光补一下吧 接着飞 其实下边这个可以用 圆环人的能力把它清掉 这样就舒服多了 热气球 不理他这个不要了 我有点羡慕他们 不怕刺啊 缠到 他掉下去了呢 咱们就从上面 捉迷藏有没有 这都是好东西 不要了不要了 好 boss战了 那还有一个奖命 boss战用灰尘人的能力 扎扎灰 这个boss就正面硬刚了 因为你跟他输出的机会不是很多 就有一点像 之前的roll 亂投人 輸出了四下吧 速度慢的時候你才能上去對上這個 幹掉 然後來到第三小關 咱們的各種能力也受到一定損失了 需要注意補充 第三關是一個強制卷軸的關卡 這樣的關卡就逼死速通檔了有沒有 但是我從來也不追求什麼速通啊無傷啊等等 盡量一命通關 因為咱們也不是什麼 高手對吧 普通玩家嘛 差點落上 差點踩到 來看這個給誰補 圓環人吧 前面好像還有 還有的話就給 灰塵人補 不錯 這坑這麼大嗎 還好跳躍呢 不難 畢竟咱們經過了 馬里奧的洗禮 這裡咱們把圓環人的能力拿出來 直接就可以把它們清掉 又是強制的卷軸 這咱們換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不前面先清了 不對這是閃光 這呢 這個元氣彈頂出來的時候 他也是有傷害 而且他還有點慣性啊 這個 可以利用這個元氣彈保護一下自己 一會打BOSS也要用到這個 這裡不踩呢 你直接跳其實也可以 BOSS戰了 BOSS一共有兩個 長得是一樣的 咱們就趨勵打就好 要是不難 只不過咱們的移動受到限制 不要掉下去 這裡躲一下 萬一被他的子彈碰掉下去就沒了 能量用掉了三分之二吧 還可以 要順利 要和哥薩克博士決戰 而且這裡也會劇情交代一下 威利博士拿去了 這鍋呢 有很多的分支路線 不同路線的選擇的難度是不大一樣 咱們走一個常規的吧 這是咱們轉過去了 轉過去節省時間 哦 這真的難啊 因為你一旦滑鏟就把自己扔出去 常規就是左左邊 這裡有三個蝙蝠 我的天 只要你有歐皇氣勢 走哪邊都一樣 這兒還有個獎命 獎命對咱們真的沒有用 準備好打他 早知道我撞下來多好 來給法老吧 撞下來不浪費 偷襲我 偷襲我 滑鏟過去吧 哥薩克博士並不難打 等一下他們兩個 從上面走可以吃到那個雪 前方不遠就告訴站了 好 上面還有一個能量罐 哥薩克博士的話 就用普通的形態打開就好 就用普通的形態來打 走來這邊 小心被他夾子夾住 幹掉 這樣布魯斯出現了 就出了哥薩克的女兒 但是呢 他的女兒被威利博士綁架了 所以說哥薩克不得已 和洛克人作對 飛了 這樣出現了幕後黑手 威利博士 那下一期呢 咱們就要攻略威利博士的城 威利博士 就是 肯定還會有八天王了 Bossrush 好本期給大家錄製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